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下午的3点10分 跌168点 从11点半以后 卖压就开始倾潮而出 今天开盘开出低盘就不大对了 昨天涨了130几点 外资买了151 昨天外资买比较少 昨天外资买了六十几亿而已 可是台积电外资昨天又买了130亿 那昨天外资又买台积电买了130亿 那今天台积电开盘就直接开出低盘来 这都不中了嘛 对不对 外资大买台积电怎么会让它开出低盘呢 所以关盘的技巧很重要 一支股票大涨收高 法人主力买进 像这种结构的股票 隔天应该都要开高 隔天开出平盘 或者开高破平盘都已经不对劲了 更何况直接开出低盘来 都都不中了 你看台积电两天涨了22块钱 今天一天跌掉21块钱 两天去的一天漏了 外资两天买台积电买了410亿 上礼拜五买了300 买了280亿 昨天买了130亿 两天买480亿 结果一天 今天外资一定杀出来了 今天外资一定杀台积电 不然外资两天买了410亿 全部都套住了 那请何以堪 对不对 今天三大法人外资卖了68亿 三大法人加总起来 大概卖了快100亿 所以成也台积电 跌也台积电 今天光是台积电 占指数就跌掉了178点 加全指数跌146点 所以还是以台积电为首要的跌幅 昨天台积电带着连电日月光 这些股票光照一起涨 我说台积电朋友来了 可是我特别提出一个质疑 我说这些都是重型部队 一加台积电就够呛了 又加了连电 又加了日月光 那这种重型部队 在指数18000多点 18500点 当然只要穿 指数有多少空间 能够让他们用 我昨天特别提出 这样的一个怀疑 果然又被我料中了 今天果然开始又出现沙盘了 但今天沙盘还有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今天美股的电子盘 今天美股电子盘 道琼跌了114点 114点 这个还没什么 从11点开始下跌的 那更重要的是 纳达克大跌了一个百分点 从11点开始 纳达克开始下滑 最多跌了一个百分点 纳达克跌一个百分点 那么台北股市的电子股 卖下就开始倾潮而出了 所以从11点开始 整个电子股就开始慢慢往下走 越跌越多越跌越多 美国股市的部分 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谈一个 我说我最关心的还不是台北股市 我关心的是美国股市的部分 纳达克半年线 我怕都站着回去 如果半年线站不回去 那么电子股的卖压 随时会到倾潮而出 电子股的卖压随时会在倾潮而出 那今天电子盘而已 纳达克就已经跌了1%了 今天晚上美国股市的部分 纳达克你一定要小心注意 因为你看今天 日本股市原本早盘涨了300多点 那从涨300多点到跌200多点 来几回落500点去 所以台北股市单受到影响 一定会有的 今天南韩股市也跌了0.89% 也同时间在11点过后开始沙盘 所以纳达克的效应 今天晚上纳达克的走势 要特别注意才可以 好台北股市的部分 今天成交量2625亿 2625亿跟昨天差不多 所以昨天我都提醒你了 涨130几点 量反而缩 上涨量缩 你要小心 追价动能不够 那这次OTC跌得更重 OTC指数 从过年后到 上个礼拜五 总共跌掉8% 相当于价钱指数跌掉1500点 所以基手 你感觉不出来 有什么太大的危机 可是在OTC里面 很多中小型股跌幅两层三层的比比皆是 很多电子股 你看最近狂泻的大力光 股王细利 股王细利更夸张 跌掉了2000元 半两千块钱 那股王都已经 宾拜如山倒了 对不对 股王都已经宾拜如山倒了 那中小型股当然卖一下就更重了 那今天早盘 跌升的电子股 也出现跌升的反弹 因为细利跌升反弹 大力光跌升反弹 所以很多中小型股今天跟着谈上来 我在早上节目里面 我特别跟大家谈到 我说如果只是跌升反弹 那去追就没意义了嘛 对不对 那你做不做到那里跌掉 所以你后面要有续航力才够 如果只是跌升反弹 一两天 你去追的 很危险 很容易又被套住 你要打底沉淀一段时间 筹码稳定下来了 它才有机会重新再开启一波 新的多头 所以早上节目里面 有特别跟大家讲 不要跌升反弹 待会买不穿 穿到买了又去逃到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不好了 台积电间跌了21块钱 跌得好啊 跌得好啊 跌得比较轻 我们再来求 台积电今年我很看好它 可是绝对不是在指数高档区 去追台积电 我今天特别跟大家讲 与其台积电跟日月光 两只股票来比较 我会比较喜欢日月光 因为台积电去年23块钱 年成长才15%而已 日月光去年15块钱 年成长130% 那成长15%的本位比30倍 在历史高点 成长130%的本位比才6倍 位阶在低档 但日月光今天也跌 又是落五天而已 你如果要买日月光 你也要聊五天 你如果要买台积电 你就要聊三趴去 就要聊21块钱了 所以养成不追高的原则 是必要的 每天跟大家提醒 希望你能够 牢牢记住 但台积电日月光 我都没在这个地方买 等它修正一段时间之后 等它修正一段时间之后 当机会来的时候 台积电日月光 我会下去 到时候你再跟我脚步 一起来买就好 今天你如果去追股票的话 那下半场一路抬下去 那几乎都要靠住了 所以股票投资操作 你要有耐心 耐心等待时机的来临 事机没来 你去买会没意义啦 没有意义 反而让自己陷入 更危险的地步 今天成交量里面 金融股5.3% 今天金融股 没有像昨天卖压那么重 今天金融股 很多都有小涨 但也不多啦 0.2% 0.3%没多啦 今天金融股有涨 涨得不多 富邦金五角银 国泰金四角银 今天虽然金融股 有稳定指数的功能 可是今天金融股的成交比重 5.3% 昨天还有6% 昨天金融股还有 180几亿 今天金融股剩下130几亿 所以 虽然稳住了 可是量 说更小 所以金融股的看法还是一样 我不建议大家在这个地方 再去追金融股 这两天 美国在做超级财报 在超级财报里面 上个礼拜 美国三家银行财报发布出来 已经都出现 获利衰退的现象 今天晚上高盛要发布财报 我昨天特别给大家看 预期美国升息的心理 美国十年期公债 已经跌了8.5% 8.5%感觉上不多 其实很多 相当于美国 公债8年的利息 8年利息被价格一跌 吃掉了 你说多不多 单很多嘛 所以很多银行股的获利 在第四季出现大幅的滑落 那这个现象 在台湾的银行股 尤其金控股身上 今年一定会发生 所以银行股 没建议你再去台关 要税理才可以 真的要小心才行 今天行股 占比重9% 9%也是不高 可是今天金融 行股反而是比较稳 但量没回来 量没升温 股价涨不动 有钱有行情 没钱没行情 这是股票市场 正常的现象 可是指标已经很低了 这个指标已经很低了 不建议你去杀低 你可以特别注意 等资金开始回流 就赶快下去买 其实我们很早已经 就开始买了 我们买的地方 阳明我们买在87块钱 长龙我们买在90.7 都贪不少跌 我现在是在等加码点的出现 那昨天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欧洲赫博罗特跟 马斯基昨天都下跌 尤其马斯基昨天一天跌了4% 行情报那些只起没路的 一定涨涨跌跌 成方向趋势 马斯基都创历史新高那么多了 台基电也没跌起来 长龙那边没跌起来 所以我们步调是苏人家的 虽然很多人看到昨天 马斯基跟赫博罗特的下跌 可能都有点担心 可是今天日本的山井还是继续涨 今天游船的部分 小跌0.6也是一点点而已 川崎间还涨了0.77% 包含大陆的中原海运 中原海运间大涨了3.9% 所以台北股市的航股 长龙洋民没有什么问题 基本上没有改变 重点是什么 钱没在败 钱没在败要就没博报嘛 我们来看一下海运的报价 这是最新的喔 上个礼拜五 统计到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 总体运费涨4% 那这里面 从台湾到美西的航线 涨7% 台湾到美东的航线 涨5% 台湾到欧洲的航线 涨1% 所以可见得海运的基本面 持续还在升温 那现在只欠东风 就欠资金流离 所以最近金融股资金开始退出来 如果台积电资金也退出来 会不会流向航运股 这个值得期待 也值得你去注意它 那么看一下电子股 今天的行情变化 所以起管的卖堆 锁定底部的起涨股 安全才是最重要 现在指数在18000多点 你第一个要赚钱 可是先考虑风险值 先扣入风险的部分 一定要底部的股票 才能够让你安全安心 我经常跟大家谈了 最近这两天 PCB族群有转强的气势 那起管的卖堆 起管像什么 像金箱电 对不对 这起管我就没建议 反而我会注意 还没有涨到的两支股票 见顶 见顶12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去年获利也是创新高 股价连填权都还没有 最终股票有跌 好苦乱 我觉得相对比较安全 而且赚钱的机会比较高 另外档是汉宇博德 汉宇博德去年没股获利 应该有6块钱以上 那股价也休息一段时间了 股价只有10几块钱而已 赚6块钱 股价40几块钱 北比相对只有7倍很低 水中股票也安全 也有补涨的机会 所以如果PCB族群 你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这两档个股 反而你可以特别留意 联发科技也是开高走低 所以我就讲 不要再去队队 两无措 两无措 别去队 我们当初在这里说的嘛 对不对 我们八百几块说的 起来清理又再去卖了 但在这里太队了啦 偏高了 瑞鼎IPO连续飙涨几天 这没办法 筹码的关系 那瑞鼎的强势 让面白驱动IC族群 这两天表现也不错 又是两无措 你看莲勇 两无措 所以你不要去队队 不要去队队 不要去队队 这爱睡啦 要洗 等到洗到差不多之后 要求我们才来求就好 不要急了 面白驱动IC整理是跑不掉了 有点耐心 我们一起来等 等最后时间 股票投资操作有时候天时地利人和 很重要 时间很重要 等到时间消耗差不多之后 买点浮现 我们再一起来 你看面板股我也跟大家讲过啦 半月清 可能要多时间 要消磨时间 我们19.5 19.6麦的 今天剩下18.4 也差一块银器啊 对不对 时间要不够 还要稍微不够 等到洗到差不多之后 可以求我们再来求 我前两天也跟大家谈瑞宜 我说瑞宜也休息很久了 那一年探12块的公司 本一笔连10倍都不到 除完洗之后 连填洗都还没有 而且外资每天小买几百张几百张 大概靠在的 人家外资也很靠在的啦 他也不会去承担高风险 你看今天瑞宜冲 昨天的2900张 今天6590一张 所以向中股票相对就比较安全 又是赚大钱的公司 所以你要去分辨什么叫安全 什么叫危险 不要靠靠靠 随着市场的热度 大家堆来堆去 你看六四八八环球镜就最清楚了 环球镜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发布了 大陆同意他并德国试创 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当天涨9% 收盘涨6% 原本量已经控制下来了 大家已经不敢堆了 不敢费了 因为价格在跌嘛 大家看到价格跌 已经矩起来了 结果被利多消息一放出来之后 大家又去追高 就一追高之后 隔天开高一路杀到现在 对九八块给我们全八八块 短短三天时间而已 三天的时间对九八下到全八八 一张十万块就没了 所以你随着市场热度 再趁市场热度 最近很多那种利多消息 一两天就没了 所以千万不要去追高 要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分析 你看今天又是一样啊 报纸的消息这么大一篇 经济日报头版头条 春天染疫被动元件赢转单 国具受惠最大 十个看到这个消息 有九个新会洞 九个新会洞 可能有七个会跳进去了 那跳进去的结果 国具又是开高杀低 从五百一十七 收拔春五百零二 今天你看报纸 去买国具的 有买有套 一天就十几块去 看报纸的贪大钱 那股票市场太简单了 对不对 大家都看报纸来买就好了 还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不可能嘛 股票市场有很多的耳于我诈 报纸的消息 很多都是 特定人在发送的 我跟你讲 我今天早上就讲过了 不会有转单 不要单纯 不会有转单 国具在世界各地都有工厂 春天制作者是全世界 最大的被动元件供应商 它难道在全世界各地 没有工厂吗 那就光是日本 一百多人染疫 几条生产线停工 它单纯都会被转走 哪有可能的事情嘛 对不对 最起码安全库存 两个街头却在的嘛 那怎么会有转单呢 是不是 所以你看报纸 不要那么单纯 不过做阿拉夏六 你就相信 要有正确智的判断 你看国具当时 四百几块叫你们买 听得懂的人 敢买 听不懂的不敢买 等到报纸 外置一喊六百块 所有老师一讲国具 大家都去堆 堆就够过去 一路偷偷来 都不丢去了 是不是 国具 要再碎啦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 有人问我国具 我的看法 我说四百八 到五百一 夹爱碎 你看讲完之后间 五百一七 来到五百一七 就说你没的嘛 就让你卖的啊 这里要洗啊 等它洗一段时间之后 可以缴我们再来缴 不要急 不要急 急也没有用 对 你看经济 你如果没买 要破几天了 也是这样 对不对 虽然抗贴 就没起了 你有起来大量我就快跑了 对 12月的时候 你有起来大量我就快跑了 一百财户就快买了 那卖掉之后 是没落下了 那六月虽然没拨下去 又继续打底 好啊 让它打底时间再多撑一段时间 可以缴我们再来缴 去年美股获利 应该有将近一个股本 可能比较低啦 可能九块多 最前十一块 最后应该九块多 那九块多股价也不贵嘛 尤其已经休息一段时间了 一百是跌了四成下来了 不要急 等到整理差不多 可以缴我们再来 记得没好 今天星象连涨两天 即将进入寒假了 这有机会 勾票可以注意 有些股票我还不能讲 因为现在在布局的阶段 有来听他们就知道 我的说什么 即将 不要急着去追哦 不要急着追哦 这个还需要整理一段时间 没那么快啦 没有那么快啦 都一直在缴在的 那我们一百五十五块没的 没得很漂亮 对不对 两个多月时间 一倍的利润 不错啊 等它休息完之后 即将会也靠着回来 不要急 华硕比较稳 很多电子股跌了两成 跌了三成 跌了四成 华硕就没了 为什么没了 今年趟了要六十块呢 赚了快六十块钱啊 北米才六倍而已 所以我卖了很多股票 有些股票舍不得卖 舍不得卖一定是有原因的 国际你如果要做 你带我做 大家去买 急着买 慌慌张张 到最后反而适得其反 也不好 继续去找底部的股票 继续去买的 debol的股票 最近美国股市 在大涨什么股票 有来听讲座的 我都给大家看过了 联总会主席说 通货膨胀会延续到年中 通货膨胀会延续到年中 你看钢铁股原物料 美股大涨 英国皇家石油大涨 天然气的哈利波顿大涨 对 雪佛隆大涨 包含汽车股的福特汽车大涨 美国最近最强的 石油公司 汽车股 钢铁股 反正这三组台北股市 还静悄悄的 还静悄悄的 接下来资金会不会流入 你就要注意嘛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还没有动的底部期涨股 一旦资金一流入 开始跟美国的步调 那或许又是一个新的30% 50%的开始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绝对是对的 尤其指标都在高档去 不然来跟我一起做 我们直买底部的股票 我没有在队贯 一支股票一支股票 30% 30% 慢慢走 都看得到 股票我来猜 我们继续来布局底部的股票 我们的福电话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